轻轻抗癌是2011年6月1号 广东福大医院院长徐克成教授写的一本书 他这本书主要是给予一些晚期癌症患者 吸入轻轻以后获得了一些效果 一共有82例的患者 他对这些患者进行吸入轻轻以后的一个访谈 那么获得了大量的真实的一些证据 发现很多患者因为吸清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有些原来比如说有一个肺癌患者 通过吸清吸了一年以后 再经过其他的治疗 他的癌症竟然神奇的消失 做手术的时候竟然找不到肿瘤灶 这样的一个比较神奇的长度作用 还有其他的很多这种有效的案例 他对这些案例进行总结 然后在2019年6月1号出版了 在阳城晚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但是这本书他提供的这些证据 并不是一个非常高级别的临床研究证据 清奇对癌症的控制和治疗 还需要更多的研究